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本章的最后一节 第三节每股收益的猎豹 第一个大的标题重新计算 第一个小标题 派发股票鼓励 公积金转股本 拆股和并股 大家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发生以后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数 或净资产的总额 有没有发生变化 不没有 变化的只是什么 只是股本的规模 要么是变大了 要么是变小了 所以同样的损益 现在要由扩大或缩小了的股份规模来享有 或分担一般像送股 会导致股份的规模扩大 为了保持会计指标前后各期的可比性 企业应当在相关报批手续全部完成以后 按照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来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如果不去重新计算的话 就会违背可比性的要求 容易对报表使用者的决策造成误导 通过一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2021年的净利润是一个亿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全平均数是一万万股 就是一亿股 那就意味着2021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是一万除以一万 是一块钱都没问题吧 那么假定到2022年赚的净利润 依然是一个亿 2022年送股了 假定10送10 那相当于把原来的股本规模扩大了一倍 增加了一倍 就相当于是它的二倍了 那变成了多少 两万万股 两亿股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每股收益的话 一万除以两万 看看这个结果是多少 这个结果是0.5元每股 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信息把报表报出去 如果报告年度是2022年的话 大家都知道比较报表上年金额兰是不是2021 那么投资者看到什么信息了 2022年当年的每股收益的是0.5 而2021年的每股收益的是1 2022跟2021相比的业绩严重的下滑 下滑了50% 不敢跟你投资了 那是这个 它的业绩是下滑了吗 没有啊 人家赚的净利润依然是多少 一个亿 什么原因导致每股收益下降呢 是因为你送股了 所以为了确保前后各期每股收益指标的纵向可比性 我们就要针对比较报表期间 利润表的上年金额兰 这里面就是2021重新算它的每股收益 就是假定在2021年也送股了 而2021年的股数也给我扩大什么 给它扩大一倍 扩大一倍的话呢 也是两万股倍 这样的话 一万除以两万 2021年的 重新计算出来的每股收益呢 也是多少 0.5跟2022年就一样了 本来他们业绩就是一样的 就明白了是吧 提示 说上述变化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至财报批准报处日之间呢 那就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呗 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 送完股以后的这个股份规模重新来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各列报期间怎么理解呀 既包括报告年度当年也包括报告年度报表的比较报表 所以在日后期间发生了前面说的那些送股啊 就是股份的规模变化 但是净资产总数没变的事情 我们要重新计算报告年度的每股收益 包括报告年度当年 包括报告年度的比较报表 利润表上年接应来 所以它是属于站在每股收益重新计算的角度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什么事项 调整事项 我们之前已经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这张内容给大家讲完了 调整事项 教材讲了四个 我把这个加进去了 是五个 是不是还有印象 例题 某企业2006年和2007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是1596万元和1848万元 2096年1月1日 八行在外的普通股是800万股 2096年4月1日按照市价 新发行的普通股是160万股 2097年的7月1日分派股票股利 以2096年12月31日总股本是960万股为基数 每十股送三股 先暂停 960万股怎么来的 那你看2096年的年初是800万股 4月1日新发了160 800加160呢 多少 这不960万股吗 就是到2096年年底呀 没有其他的股份变化 960 就是在960的基础之上呢 10送三扩大1.3倍 注意是扩大1.3倍 因此呢 我们算调整后的这个股数呢 在960的基础之上怎么算 在960的基础之上乘上一个 乘上一个1.3倍就可以了 那么假定不存在其他股数变动的因素 来我们针对这个题目算一下20某7年利润表比较报表基本美股收益的相关数字 20某7年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呢 是960年初就有了 乘12分之12 乘上1.3 扩大了1.3倍 这个结果呢 是1248万股 大家注意 虽然是在7月1号分派的股票鼓励 但由于股票鼓励呢 它没有对价 没有任何经济资源的流入 所以不需要考虑时间权重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我们乘上1.3 不需要乘12分之6啊 不管你是在7月1号送股的 分配股票鼓励的 还是说在什么时间 只要在当年年底之前送完股了 算法都是一样的 在原来股份规模的基础之上 扩大1.3倍就可以了 就是乘上一个1.3就可以了 它不像我们之前讲的 认股权证股份积权啊 等等之类的 将来行权呢 要向公司交钱的 有经济资源的流入啊 流入的早 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 是不是就长 赚的利润就多 那怎么样 就得考虑时间的权重 就得加权 而我们股票鼓励送股等等 这件事情呢 没有经济资源的流入 不需要考虑时间的权重 所以说扩大一个倍数就行了啊 那么2096年度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原来呢是怎么算呢 2096年初是多少 是800万股乘12分之12 那么2096年的4月1号呢 又发行了160万股 那加160乘12分之9 如果不是重新计算 就是在2096年当年 算基本美股收益 那么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就是这一串势子了 而我们现在是哪一年呢 2097呀 是算比较利润表 现在是2097对 是算比较利润表 2096年 是重新计算 比较利润表的美股收益 所以得怎么样 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 给它扩大1.3倍 乘1.3 结果呢是1196万股 这样的话呢 这些是准备工作了 那么2097年的 基本美股收益 就是本年金额栏 这个相对是本年金额栏 用净利润1848 除以股数 这呢是1248 是1.48元美股 那么比较表呢 就是2096年 这一栏了 相当于是上年金额栏 这一栏是重新计算的 要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1596 除以我们重新计算的什么呀 股数 就是在原来的股份加权 基础之上 扩大了1.3倍 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1196 所以这里面的重新计算 针对的是比较利润表 1.33元美股 这个题就讲完了 下面是2021年的单选题 这个题当时很多人都做错了 包括网上最早出的那个版本的答案也是错的 我当时一看就不对 因为我根据大家的回忆先把这个题 我先把答案做出来 甲公司二某19年初 二某19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2400万元 二某19年初 八行在外的普通股是1000万股了 二某19年4月1号分派股票鼓励 以总股本10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送4股 10送4 那就是扩大1.4倍呗 乘1.4就完了 二某20年的7月1号 新发行的股份是300万股 二某21年的3月1号 以二某20年12月底股份规模17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以资本公期转股本是两股 那就是扩大多少倍呢 扩大1.2倍 1700怎么来的 你看二某19年初那是1000万股 二某19年4月1号又 10送4扩大了1.4倍是吧 那就是1000乘1.4 1400万股 到二某20年的什么时候呢 到二某20年的7月1号呢 又新发了400万股 1400万股加上300万股多少 1700万股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甲公司二某20年度的财报 于二某21年4月15号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就意味着3月1号扩大规模的时候 就是资本公期转股本的时候 是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得作为调整事项处理的 也就是说报告年度 二某20年列爆的美股收益 你得按照送完股以后 按照资本公期转完股本以后的那个规模 去计算美股收益指标 那我们接着往下面走呗 我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二某20年度利润表当中 劣势的二某19年基本美股收益 报告年度锁定的是二某20年 那你说二某19年什么概念 比较利润表呗 上年金额栏啊 利润表的比较报表 就是上年金额栏 也要重新计算 也要按照扩大多少倍 扩大我们这个日后期间 报告年度二某20年 报告年度二某20的日后期间 就是二某21三月1号 这不是十股 怎么样 每十股以资本公期转股本两股吗 这边又扩大了多少 这边扩大了1.2倍 那就意味着比较报表期间 报告年度是二某20 比较报表是二某19 二某19年比较期间 也要扩大1.2倍 那二某19年的 我们得先算一下 二某19年原来 八行再败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 二某19年初是多少 是一千 但是年度中间 4月1号不是分派股票鼓励的吗 十送四了吗 送完了以后 变成到一千四了 是不是一千四了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在一千四的基础之上 扩大1.2倍 中华费费 所以来吧 二某19年 就是重新 先算二某19年 当年八行在外 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 一千万股 扩大1.4倍 一千四百万股 当年呢 注意是股票鼓励 对吧 是 虽然是4月1号分派的股票鼓励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了 没有对价 没有经济资源流入 不管是4月1号送股 还是说10月1号送股 还是什么时间 都是扩大 多少 1.4倍 一样的 那么那我们重新计算的 二某19年 基本美股收益呢 又19年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不是给了 19年这儿了 两千四百万元 归谁呢 除以我们重新计算的 八行在外 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 原来是多少 当年那是一千四 那我们现在重新计算 要把它扩大1.2倍 那就是一千四乘一点二倍 做这么一个除法 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1.1.43元美股 选项C正确 18年的单选 甲公司206年和207年 都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是3510万元和4260万元 206年1月1日 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2000万股 206年7月1号 甲公司按照每股12块钱的 市场价格发行普通股 是500万股 207年4月1号 甲公司以206年底的股份规模 25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 以资本公积转股本是2股 那这就是扩大1.2倍了 那你看看这个2500怎么来的 在206年呢 年初发行在外的是2000万股 206年的7月1号呢 我们又新发行了500万股 2000加500这不就是2500吗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207年度的利润表当中 所列爆的206年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这是报告年度207年利润表的比较报表 要重新计算 为什么 因为207年咋的了 207年送股了 扩大了1.2倍 就意味着206年也要把股份的规模扩大1.2倍 原来206年的发行在外 普通股加全平均数是多少 年初呢是2000 7月1号呢又发了500 那就是2000加500乘12分之6 这个数给它扩起来乘上一个多少 乘上一个1.2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重新计算的比较利润表 206的基本美股收益 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3510 所以原来的股数呢是2000 加上一个什么 原来这个206年初的是2000 加上7月1号新发行的500乘12分之6 这是原来的那个价格比较数 但是现在重新计算呢 得给它扩大1.2倍乘1.2 扩起来然后做一个出发 结果1.3元美股 选项2B是正确的 17年的单选 假公司是上市公司 二某16年期初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8000万股 当年度 假公司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是4600万元 发生的可能影响其发行在外 普通股股数的事项有下边这么多 问题呢是二某16年 假公司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钱 第一个资料呢 是二某16年4月1号 股东大会通过美食股 派发两股股票鼓励的决议 并于4月12号实际派发 实送二要扩大1.2倍 第二个呢是二某16年的11月1号 假公司自公开市场 回购本公司股份是960万股 你用于员工的持股计划 那这个得减掉是吧 减掉960乘多少呢 1112乘12分之2 那原来年初是多少 年初的股份规模给了吗 是这儿呢是吧 是8000万股 那么二某16年4月1号呢 做了一个实送二 那就是要把它扩大多少 要把它扩大1.2倍 所以这个时候的股数是8000万股乘上1.2 那这个要乘912分之9吗 不要 说过多少遍了 股票鼓励不考虑时间权重 但是我们减掉回购的960万股 得乘12分之多少 12分之2 那么算基本美股收益 要净利润除以股数就完了呗 净利润呢是4600万元 8000在外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 年初呢是8000 但是你得给人家扩大1.2倍呀 8000乘1.2 减掉960回购的乘12分之2 乘12分之2 结果呢是9440万股 要4600除以9440 结果呢是0.49元美股 选项A是正确的 第一个小标题就讲网了 这个小标题对应的知识点呀 很重要 回去呢再好好体会体会啊 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美股收益的内容 因为排到临近结尾的章节了 不是有一句话吗 强弩制末世 不能穿卤稿三国里面的是吧 所以说很多考生学到这儿啊 就是不再像原来那么去听课呀 做题呀有点懈怠了 跟你咬咬牙 不说吗 行百里路办九十 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难 只不过呢你有点懈怠了 有点疲倦了是吧 再坚持坚持啊 就没有问题就成功了 第二个小标题是配股 这个不太重要 个别的年份考的并不多 我们收集到的题呢 就是2021年呢出了一个题 就是根据网友的回忆啊 我直播的时候听他们说了 也没有拿到回版的题目 配股呢在计算 每股收益时的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像全部的现有股东 也低于当前市价的价格呢 发行普通股 实际上呢可以把它理解为 按照市价发行股票和 无对价送股的一个混合体 那既然有一部分呢 相当于是送股 白送的怎么样 我们就要重新计算每股收益呗 调整系数 就是要算一个调整系数 用这个调整系数去调 比较报表期间的每股收益 这个调整系数是这样来算的 用行权之前发行就是配股之前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每股市价 供应价值除以每股理论的除权价格 那么每股理论的除权价格 怎么算呢 大的原理呀 是用总的价格 总的价值除以总的股数 那分子是行权之前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供应价总额 加上配股收到的款项 总的价值吗 总的价格除以行权以后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股数总数了 那我们知道配股以后 配股是按照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配 配股以后的价格怎么要下降的 所以每股理论的除权价格 要比什么 要比之前配股之前的每股市价又低 我们用配股前的市价 除以比较低的理论除权价格 那这个市子呢 这个调整系数是一个大于1的 这样的话 因配股重新计算的上一年度基本美股收益 要上一年的基本美股收益 除以大于1的调整系数 是不是就把它降下来了 那么这前后两年呢 就具有纵向可比性了 那么本年呢 本年度的基本美股收益 分子没问题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期的净利润 分母呢 要分两段算 要加权 配股前的和配股后的不一样 那么配股前的来 配股前发行在外的股数 乘上一个调整系数 那么调整系数刚刚说过了 是一个大于1的数字 那分母变大了 整个这个值呢 是不是就变小了呀 乘上配股前普通股发行 就是配股前普通股发行 在外的时间权重 我们再加上配股以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某企业20某七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23500万元 20某七年1月1日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是8000万股 20某七年的6月10号 该企业发布增资配股的公告 像截至到20某七年6月30号股权登记日 所有登记再次的老股东配售股票 那么配股比例呢 是每四股配一股 那原来是多少 8000万股 8000除以4呢 配了多少 2000万股 配完了以后呢 发行在外的是1亿股了 就是8000加2000的 配股价呢 每股是6块钱 比它的市价要便宜 那么除权交易基准日呢 是20某七年的7月1号 股权登记日的第二天 叫除权日 我之前讲金融工具 给大家铺垫过 讲定行权之前 行权前一日的市价呢 是多少 每股11 你看配股价格数比它低呀 老股东吧 便宜一点 20某6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 是2.64元 20某7年度比较利润表 当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如下 来吧 每股理论的除权价格 怎么算 总的价值 除以总的股数 那总的价值呢 行权之前的每股是11 多少股 8000万股 它的一成 加上我们配了多少 2000万股 那配股价呢 每股是6 那就是再加6乘2000 是总的价格 除以总的股数 原来是8000 配了2000 就是1亿股 结果呢 是10块钱 这叫除权价格 那么调整系数呢 是用原来的除权钱的 试下试一 除以除权价格10 这个结果是1.1 看看大约1 那么 因配股 重新计算的 20某6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 就是报告年度 20某7年利润表的比较报表 上年金格兰 这叫重新计算 用原来的2.64 题目当中给了啊 原来的基本美股收益呢 是在哪呢 这呢 12.64 得把它降下来 除以1.1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是2.4元美股 那么20某7年 当年的呢 基本美股收益 分子净利润23500 直接拿过来 除以分母 要分两段算了 第一段是配股前的 股数是8000 乘胜调整系数 把它加大 分母加大 这个分市的值就变小了 就把它降下来的 就之前的把它降下来 乘上权重12分之六 我们再加上配股以后的股数是1万 权重呢 乘12分之六 最终的结果2.5元美股 这是这个题 第三个小标题是几个特殊的问题 第一个呢 是企业向特定的对象 也低于当前市价的价格发行股票 往往是出于某种战略考虑 或者说其他的动机 或者特定对象除认购股份以外呢 还需要以其他形式预议补偿 谁都不傻是吧 因此呢 我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可以视为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可以视为不存在送股的因素 是同发行新股来处理 就不涉及到重新计算问题了 那么第二个呢是企业存在发行在外的 除股通股以外的金融工具等 比如说优先股等等之类的 那么再算基本美股收益时呢 基本美股收益的公式里边的分子净利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不应当包含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或者说利息 股利针对的是优先股利息 针对的是永续债 如果有的是属于他们的 不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那你当然要扣掉了 第一个呢是对于发行在外不可累积的优先股 能躲过初一 不可累积什么意思 不可累积能躲过初一 也能躲过什么 也能躲过失误 那这种呢 我们要扣掉当期什么 当期宣告发放的股利润 如果不宣告那就一直躲着 宣告就躲不过去 属于人家的扣掉 第二个呢 对于当期发行的累计优先股等呢 也包括永续债了 是吧 认定为权益工具了 不论当期是否宣告发放股利 均应当预议扣除累计的 躲过初一 躲不过失误啊 当然得给的 有一部分是人家的扣掉 那么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中的分母呢 是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决必需处 这没问题 第三呢 是对于 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 剩余利润分配的其他权益工具 在计算普通股美股收益时呢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不应当包含根据可参加机制 计算出来的 归属于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的净利润 如果有的话 这个也要进行什么 分离的 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实务当中 不太多 比如说资本市场上的优先股 是要躲过初一 躲不过失误 早晚有份的啊 是属于累计的 我们国家的 但是它非参与 不能够再参与别的了 例题 甲公司20某7年度的净利润是20个亿 那么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呢 是25亿股 20某7年1月1日 甲公司按照票面金额 评价发行了600万股优先股 优先股每股票面金额是100块钱 实物当中也是啊 该优先股的股息不可累计 即当年度为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的差额部分 不可以累移到下一个季息的年度 那么20某7年12月31号 甲公司宣告 并以现金全额发放当年的优先股股息 股息率是6% 那宣告的话呢 你得透掉一部分没 根据优先股合同条款的规定 甲公司将该批优先股分类为权益工具 缘先股的股息不得在所得税前立支 最后的 主要是税后的这个利润的分配 20某7年度的基本美股收益计算如下 那么分子的归属于普通股股股东净利润 在原来20个亿的基础之上 得扣掉宣告分配给优先股股东的这块 怎么算呢 那你看看一共是600万股 美股面值的是多少 是100 总的面值的是100乘600呗 股息率是6% 你宣告了就得给人家 不宣告 要是非得一击的 那就不用扣了 这个得扣 196400 用196400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家群平均数25亿股 最终的结果0.79元美股 就是基本美股收益 这个题讲完了 第四个小标题 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 如果发生了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 比较报表期间的净利润调了是吧 或者说前期重要差错更正追溯重述 比较利润表的净利润也调了 那你比较报表期间的美股收益要不要调 要不要重新计算 当然要了 所以要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美股收益 这个我们在会计调整的章节 都给大家提过了 2016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各项当中应当重新计算 各列报期间美股收益的有 A呢 报告年度 以盈余公积转股本 股本的规模变大了 净资产的总数没变 为了体现前后各期的可比性 要重新计算美股收益的 不需要考虑时间权重 B报告年度报表日后期间分拆股份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C呢 是报告年度以发行股份为对价 实现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这个是认为是 股份规模的扩大和资源的流入 是等格增加的 是等比例增加的 所以这个不需要重新计算的 我们股份规模虽然扩大了 但是我们也确认资产了 做上的话带股本 要借长期股权投资的呀 还得带一个资本攻击股份一价呢 斯蒂说报告年度 因发生企业前期重要差错 而对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这个也是对的 正确答案是ABD 这样三个选项 第一个大的标题讲完了 第二个大的标题猎豹 这个一般了解就行了 我们要在付出当中 披露于美股收益有关的下列信息 那这个信息回头呢 找时间自己看一看讲义 就行了 不占用 我们基础班非常有限 非常紧张的课室了 来这张的内容接近尾声了 我们通过这张思维导图 把这张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基本美股收益 分子怎么来确定 如果是以合并报表为基础 算美股收益的话呢 净利润是不是包括母公司个别报表的 归属于普通国股东的 还得加进来 子公司个别报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国股东的 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加法 一种是减法 减法呢 可以用合并净利润扣掉少数股东损益 而减法 那么加法呢 是用母公司个别报表的数字 加上子公司个别报表数字 成谁啊 母公司持股比例就完了 那么如果以母公司个别报表为基础 算美股收益呢 分子就是他 个别报表自己赚的 东北话哥哥赚的 那么不管是合并报表还是个别报表 股数啊 股数 都是母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 减据数 千万别犯第一级错误 这是分母是吧 OK 那么稀释美股收益呢 基本的计算原则 那么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包括核转债认股权 股份期权 有没有稀释性 得算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对不对 就是这里边 比如说 尤其是核转债 要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如果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具有稀释性 对于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呢 什么情况 如果行权价格低于普通股的 平均市场价格呢 是具有稀释性的 分子的调整 如果是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分子 根本就不用调 他转股了 对净利润没有影响 但如果是 如果是可转债呢 分子就得调了 分子呢 是什么 增加的净利润 就是少确认的税后的实际利息 要基础的贪余成本 乘实际利润 乘一减掉25%的税率就可以了 那基础的贪余成本是多少 看题目 要不要求分拆 如果要求分拆 是分拆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如果不要求分拆呢 就是发行收款的金额倍 来那分子的 这是分子是吧 那么分母的这个调整呢 如果是可转债的话呢 算一个什么呀 转换的股数 他会给你一个转股价 你用股份 你用这个可转债的这个价值面 这除以转股价就出来了 当然还得考虑一个时间的权重 是吧 如果是认股权正股份期权的话呢 我们需要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用认股权正股份期权的分数 减掉这个分数 成是一个小于一的分子 分子呢 是行权价格 分母呢 是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那我们在带着到这个公司里面的时候呢 依然别忘了考虑时间的权重 这是可转债和什么呀 和这个认股权股份期权啊 随后呢 我们还谈到了一个限制性股票 这个就稍微麻烦一些 等待期呢 如果算基本美股收益的话呢 分母是不考虑谁呀 是不包含限制性股票股数的 就是已经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价格平均数 那么分子分两种情况 是现金股列可设销不可设销 来处理 如果是现金股列可设销的 我们减掉的是什么 我们用这个题目当中 给定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给定的净利润嘛 减掉的是什么东西啊 减掉的是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列 那如果是现金股列不可设销呢 我们分子减掉的是谁呀 是归属于限制 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净利润 明白了吧 那如果说算等待期内 稀释美股收益呢 分母 分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不要扣了 是全部的那个净利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分母 也得把谁加进来呀 也得把调整增加的普通股 加全平均数呢 给加进来 当然得算一个行钱价格 有没有稀释性 得看这个行钱价格 跟什么呀 跟那个市价差关键 比的小的话 那就就有稀释性 行钱价格怎么算 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花的钱 一部分是干的活 花的钱的是 每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干的活呢 就是算成本费用的时候 那个套路呗 我们是要每股限制性股票 股权其地的供应价值 去成等待期分支剩余等待期 如果说判断的结果就有稀释性 我们就得参照着 认股权 认股份期权的那个 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原理 算一个什么呀 算一个限制性股票 假定说行权了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是多少 就是用限制性股票的那个股数 减掉这个股数去成谁呀 去成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分支行权价格 后面谈到了企业承诺将回购期股份的合同 那这个对分支也没有影响 分母呢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怎么算呀 反正来 跟认股权价股份期权有点相反 是用合同里面确定要回购的分数 股数 乘上一个大于一的分支 分支的分子 是回购价比较大的那个回购价 分母呢是比较小的平均市价 再减掉成的合同里面成的回购的股数 如果不在年初签合同的话呢 也要怎么样 加权的 多一下潜在普通国 要排一个序 怎么排 把稀释性强的排到上面 稀释性差的排到下面 稀释性强和弱怎么来认定啊 要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增量股美股收益的数字越小的话 稀释性就越强 那么具体来讲呢 认股权证 因为它对分子没有影响 它的稀释性排在什么呀 排在可转债的前面啊 子公司合同企业联益企业发行的普通股 我们主要是关注子公司这边 要它个别报表没问题 这里边主要是针对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美股收益 包括基本美股收益 稀释美股收益怎么来算 基本美股收益呢 我们前面其实也都谈过了 是吧 分子的净利润两块啊 母公司个别报表和子公司个别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关键是稀释美股收益 当然历史上没有考过这个啊 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以后他不考 那么分子完整的部分是包括三项 第一项是母公司个别报表 净利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那么第二项是什么呀 是子公司被稀释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现有普通股股东的 成实股比例 可以用子公司的稀释美股收益 成了它的股数 再成了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第三部分值得是啥不 是子公司的被稀释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谁呀 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普通股股数的 就是用子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乘上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呢 是这个分式的分母呢 是子公司发行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比如说认股权证的分数 分子呢 是母公司持的分数 那么子公司调整增加普通股的股数 怎么算 套公式啊 要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那个分数 比如认股权证的分数 减掉这个分数 长上一个小于一的分数 分数的分母 普通股平均市价 分数的分子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 那不管是合并报表的基本美股收益 还是稀释美股收益 股数啊 都是母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 是不是没问题 因为子公司的股本被抵掉了 美股收益的猎豹 重点关注重新计算 派发股票 鼓励公基金 转股本拆股 那这个呢 我们不需要考虑时间权重 配股呢 要算一个 美股理论的出现价格 公司呢 是总的价格除以什么呀 总的股数 之后呢 用配股前的市价除以理论出现价格 算出来一个调整系数 大于1的 用上一年的 基本美股收益 除以大于1的调整系数 就是重新计算猎豹的美股收益 以前年度存益的追溯调整或重述 那这个呢 导致比较报表期间的净利润发生变化了 也要重新计算猎豹 美股收益的 猎豹批诸的内容 回去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OK 美股收益 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就给各位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